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时候画坊上的人应该也都已经睡了 但仔细听着那边却还传来了轻微的乐声 也不知道是谁到了这个时候还在弹琴 梧桐树 三更雨 不道离情正苦 是跟漏子的吊呢 哪家的船呀 房间里没什么灯光 自窗帘间望见浮动的光芒 念云竹已经醒来了 身穿着月白小衣打算坐起来 随后又被旁边的床扮搂住了身子 砰地躺回去 锦儿在她的肩膀上拱啊拱地 像只试睡的小猪 三个半夜不睡觉 少人轻梦 天亮了 天亮了都不睡 所以白天肯定会大瞌睡的 简儿打了个大哈欠 闭着眼睛没有睁开 片刻之后咕弄道 梧桐树 三更雨 明明是说秋天 为父心慈 强说愁 云竹在被褥中笑了起来 人家说的是黎晴 你却要说时节 或许是有什么重要的人离开了吧 云竹姐 你最近就在乎黎晴吧 所以才要抓住机会与她相聚啊 这 还真不害臊 锦儿咕弄着 云竹姐 你真想清楚了 人家都已经有妻子了 真的不行的 类似的话语几个月前 其实就说过不少次 云竹态度坚决 这些时日里紧而不说 但只在行动上 一直将自己隔在云竹与宁毅之间 让他们没什么进展 但老实来说 就算没什么进展 两人偏也能随遇而安 弹弹琴 唱唱歌 句一句便也觉得满足了 云竹姐有这样的心性 她是明白的 不过在以往再风流豁达的男子 得了女子的欢心之后 所想的不过都是一亲方泽 得了女人的清白身子 在京风楼中这么多年 锦儿也是明明白白 宁毅对此能够不为所动 却也实在是令锦儿有些佩服 据说宁毅到了夏天之后 将与她那妻子往苏航一行 估计还会住上几个月的时间 察觉到能够相聚的日子不多 云竹便也更加珍惜着 能与对方相会的机会 锦儿看在眼里 便也愈发觉得烦恼 他们这种身份的女子 当不了有身份的男子的正妻 姑且说是命那也认了 可在宁毅这边 却是连妾室也难当的 这也就太过分了 为朋为友 为冤家对头 又或者哪怕是当初在 金风楼时能够捧场的恩客 平心而论 她都会欣赏宁毅这种男子 只是在这件事上 理智告诉她 云竹姐与宁毅还不如分掉呢 否则以后肯定会很伤心的 于是到得这个凌晨时分 她还是忍不住将问题又问了出来 云竹笑了笑 人生在世 能找到一个可以托付的男子 已经很不错了呀 一直都嫁不了怎么托付啊 就当个万事一样被养着 锦儿我跟你说 云竹想了一会儿 方开口说道 随后又补了一句 你别笑我啊 我先前也想过一段时间 可后来有一天就觉得 等我到六十岁的时候 成了个老婆婆 我也能早早地起床 然后天还没亮 她从那边散步过来了 我还在这里等着她 那也是很好的事情呢 锦儿沉默下来 我知道锦儿你要笑我 所以我一直没说 我有时候也觉得 也许她现在每天过来跟我说话 是因为我还长得漂亮的原因 她心中未必有趣这样想 可难免有这样的原因吧 有些文人才子 倒也不是全为了 在女人面前出风头 才写诗词的 可是在漂亮的女人面前 写诗词 总比在个老婆婆面前 写诗词有趣吧 云竹笑道 也许到几十年后 她就不爱听我说话了 因为我也说不出 什么有趣的事情来 可是大多数的时间里 我还是愿意相信她 她愿意跟我说话 不只是因为 我长得漂亮而已 锦儿 我总觉得 身为女子 若只是因为长得漂亮 而得了人的喜欢 那么到你不漂亮的时候 被人厌恶 不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 总得有其他的东西呢 就好像 力恒跟你吵嘴 未必是觉得锦儿你漂亮 而是觉得锦儿你有趣啊 我大概 也有其他 能被她喜欢的地方吧 当然有 不过云竹姐 你不用把我也说进来啊 我反倒觉得 她一点也不有趣 丑男人 如果能有十年 积累的感情自然也能到二十年 然后三十年 四十年 也许 她每天从这里过去 跟我说说话 就也会变成丢不掉的事情 锦儿 我觉得 既然自己能有些自信 也知道力恒跟其他人不太一样 接下来 大概也就能有些信心了 若是这样还不行 那到时候 便也只能说自己命苦了吧 不过 我只想过要把自己给她这一个人 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锦儿沉默扮上 随后将云竹抱得紧了些 两人反正都是女子 平日里睡在一起 搂搂抱抱也是长事了 只是这一下拥抱 却稍稍感觉有些不同 但云竹倒也感觉不出 那不同到底是什么 只是片刻之后 锦儿嘟囔道 嗯 那就给我吧 锦儿你将来也会遇上 自己想要托付的男人的 不要 我要陪着云竹姐 等将来啊 那个宁也成了复兴人 我们就在一起 变成两个老婆吧好了 我可不想背复兴呢 而锦儿你 只是没有遇上喜欢的人 我有啊 嗯 以前跟云竹姐你说过了的 早几年的时候 有个从变进来的男孩子 长得好漂亮 看起来呀 简直跟女孩子一样 不过我确定她不是女孩子啊 嗯 那个时候我就喜欢上了呀 不过 我还是愿意陪着云竹姐你 云竹将眼睛 没好气地眯了起来 啊 我很感动 嗯 嗯 嗯 云竹姐 你现在说话的样子 真像那个可恶的宁也 嗯 不过 我是不会让你们在一起的 如同以往的那些日子 在床上聊了一会儿 云竹还是先起床了 此时客厅里 其实已经亮起了灯光 锦儿的丫鬟扣儿 适应了两位主人的作息 起得比他们更早一些 烧好了洗脸的热水 等着云竹起来用 穿好一贯朴素的衣裙 稍作打扮 云竹吹熄了灯光 随后出去了客厅那边 等待宁一过来的时间里 他会好好地泡上一壶茶 这期间或是看一看书 琢磨一番乐谱 如同他所说的 他令人喜欢的地方 不仅是长得美丽而已 以往在青楼之中 揣摩与涉猎各种东西 是为了让各种各样的人 喜欢上自己 此时他的涉猎 目的却是从许多人 变成了一个人 虽然说 那个宁毅未出现之时 云竹界也有着 这些一个人独处时的爱好 但这时候 爱好之举 他肯定也在更多地揣摩着 宁毅到底会喜欢些什么 不能说功力 但锦儿知道 云竹界就是这样在乎那个家伙 少女躺在被子里 被温暖包裹着 觉得暖洋洋的 这温暖有来自于被褥 来自于云竹界留下的体温 但也有着情绪上的 来自于方才云竹界的话语 他觉得身体与心神都很放松 可就是无法睡着 他觉得自己是喜欢上云竹界了 以往他也是喜欢的 云竹界很厉害 当初他在金风楼 云竹界还未开店时 他便觉得云竹界很厉害 可以毫不犹豫地给自己脱级 断了以往的联系 这样的云竹界真的是很厉害 后来他跟着云竹界跑去卖皮蛋 当然也有卖皮蛋很赚钱的缘故 他没有那么强 凡事总还得考虑现实层面的东西 可云竹界很厉害 虽然杨妈妈和其他人都说他很怪 但锦儿觉得他就像太阳一样 如果自己能跟着他 也许就能变得差不多厉害 到达很了不起的地方 他一直喜欢云竹界 这一点毋庸置疑 可是在云竹界说了这些话之后 他觉得自己更喜欢了 跟以前的喜欢有些不一样 这是更私人也更靠近的喜欢 听着他在这里 说着对另一个男人的喜欢 自己竟也会觉得暖洋洋的 原本自己该为了他的不自爱而生气才对 可是这时候只是觉得更喜欢了 现在还无法很好地分辨这种感情 可是在这温暖当中 他已经决定了 云竹界跟宁毅那个坏蛋之间注定是没有结果的 可就算是这样也没关系 自己便把自己的感情给他吧 此时身在屋外的云竹 并不知道房间里锦儿所下的决定 估摸着时间已经差不多 宁毅或许也起来了 他在台阶上坐了一会儿 月白的衣裙在星黄的灯光中显得清丽 长长的裙摆照住族上的袖鞋 使而会朝着道路一头望一望 远远看来 犹如折落凡间的仙子 自与宁毅认识 每日见面之后 他的衣着依旧是往日的风格 但在打扮上 其实是要比以前花心思的 变得不多 只是比以往更上心了而已 无意之间 有什么东西滴在了手背上 梁庆庆的 他举起手背看了看 随后抬起头来 下雨了 飘落的雨丝从天而降 清明前后本就是阴雨飞飞的季节 远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只是距离夏日仅有一个月的时间 雨下一个早晨 他便少了与宁毅碰面的一次机会 如此想来不免有些失落 不一会儿 锦儿也起来了 看看门外飘落的雨丝 竟也有些遗憾的样子 嗯 那家伙今天没法来了吗 本来还有一些话我跟他说的 春雨时节 雨一下 往往便是很长一段时间 好在这次的雨 到得下午便停了 第二天清晨 锦儿也随着云竹一块起了床 等到宁一过来时 准备要跟他说些话 当然 在他看来 这个应该叫谈判 语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坠序》第182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